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2号 星期五 接着讲笑话 有一个中国网民被抓了 被国安抓了 行政拘留 然后他就说我冤枉 为什么抓我 国安说上次你们抓我之后 我就特别小心了 我什么话都不敢说 怎么又把我抓了 国安说你又把你抓了 你个小子 抓了你告诉你不要再污蔑中国政府 不要再污蔑国安了 你又接着污蔑中国政府 污蔑我们国安 国安人员 他说我没有 我现在特别小心了 我现在一个字都没提 他说怎么 没提 我们有记录 告诉你 自打上次的招案你之后 我们一直在窃听你 就看看你有没有改邪归正 你多次在电话里跟朋友聊天 朋友要跟你一下发牢骚 抱怨时证 你就说 国安他们窃听我 什么也别说 你看看 你就污蔑我们 你怎么知道 我们窃听你了 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